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种状态 当然非在职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宝妈 就是说在家看孩子 然后的话还有是在校的一些大学生 在校的大学生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 比如说失业 最近刚失业的 或者是还有一些是有一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 还有等等就很多了 咱逐一给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咱在职的工作比较好的 我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大型的央企 你做不做这个自媒体呢 我建议你可以当一个副业主 可以做 如果你工作上允许有一定时间的话 可以做一个副业 你每月收入几百块钱 也是一个毕竟是一个收益 而且是什么呢 你通过这个拍自媒体啊 还能够把这个生活 自己的生活给记录下来 比方做一个Vlog 这个方面的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就比较好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现在呀 工作不太满意 也想跳槽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 我建议你呢 也可以开始做 但是你做的时候注意 不要辞职 千万不要辞职 千万不要辞职 然后呢 你自媒体做 自媒体做呢 可能要半年左右 或者三个月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 才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至少做到什么程度呢 你这个自媒体的收入啊 要等于或大于 你这个现在工资的收入 你再考虑去全职做这个自媒体 当然如果你要是工作比较好的 我建议你 不要考虑这个全职做自媒体 因为全职做自媒体 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你比如说你现在做Vlog行业 哎 比如说现在平台非常支持 比如说明年后后年如果是换别的行业呢 有可能你这个收入就一下下来好多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呢 建议只考虑兼职 不要考虑专职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也不要说现在我就辞职做 也是什么呢 我先做达到这个收入大于等于我这个工资以后 现在的工资以后再考虑 然后在那分析一下非在职 非在职的就比如说宝妈 在家看孩子 这个当然对家庭实际贡献也很大 因为两个人 毕竟得有一个人去看孩子 如果即使这个母亲出去工作 父亲在家看孩子可能看得也不那么好 有的也照顾不周到 男人毕竟有的比较心粗 实际上在工作 家里还是主要以母亲去照顾孩子 这个我感觉作为宝妈可以考虑做这个职业 因为虽然看孩子也是比较辛苦比较累 但是呢 毕竟有可能会有点时间出来 比如说父亲回来了 有一定时间呢 你可以去拍一段这个视频 耽误时间也不是太多 而且什么 比如说和孩子一起玩 然后怎么样照顾孩子 实际上这个本身就是题材 就是拍这个Vlog的这个题材 就是做这个自媒体的题材 对吧 当然了底下咱说一下大学生 大学生我建议可以尝试 在不影响你学业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 因为什么呢 大学生现在就业都讲究一个工作经验 你实际上做这个行业 也带增长你的工作经验 比如说这也算一个小的项目 你怎么样运作一个项目 怎么有什么思路 怎么样把它做好 能不能坚持 这都是咱这个大学生 如果是参加这个项目 都是能够获益 还有就是比如说失业的人 我建议你呢 失业的人员 你看你的特长 如果你是某个行业比较专长的话 你可以在边找工作 边尝试着做这个自媒体 毕竟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收入 在你没找到工作的时候 或者没找到比较满意的工作的时候 可以考虑尝试 可以考虑尝试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有一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 就是我也不属于哪个公司 但是我也有收入 比如说写稿啊 对吧 我有一些可以给人帮助 做这个技术工作 我可以给人做一些指导啊 或者做一些培训啊 这些人呢 可以不以他为主意 你可以不以他为主意 然后把你的一些经验啊 一些知识啊 一些特长分享出来 当然其他呢 还有好多情况 我就不一一分析了 今天呢 咱就主要是分析一下 就是每种情况 适不适合于做自媒体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抛砖引玉 希望大伙能够给我提一些建议和意见 好的 今天咱就讲到这里 请同学们点赞加关注 支持一下 如果感觉对别人有用呢 可以分享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